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它会更好 只有更好没有更坏 因为AI就是所谓的速度 包括PC换机的商机 它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强 包括那份资料里面 电源供应器 散热的 还有D-REM相关的记忆体 都是一定要只会多 不会少 速度要快 包括相关灵组件颗粒所用的一定会更多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这行情在封关起来的最后 我真的是不敢思议 这行情还这么热 昨天比今天更热 那今天是说 天气是寒冷的 我当然知道明天开始听说 三坡两寒流要连续 所以大家注意保暖 但是我们在操作股票更要什么 更要跟什么 要跟天气要有反差 知道吗 要热情如火 因为这个行情真的热乎乎的 而且抢抢棍 所以你只能掌握到什么 什么阶下的扩散效应 就像你错过红基就只能搭喷射机 真的 红基都已经变喷射机了 不然尼德克操作还正在发威而已 这也是今天跟我们的新会员所分享一档新的股票 那当然它的量还没有很大 以后慢慢跟大家报告 这就是比价效应 那今天早上已经应该跟大家谈过这个份资料 实在NBI指数 在生计股指数上 美股近期表现非常亮丽 是生计指数NBI 所以这个地方除了AIPC跟IC设计 双主轴以外 实际上如果大盘有在机会 这个地方再做一个震荡 整理的话 那生计股会出头天 那生计股有时候标起来很会标 那不涨就不涨 所以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反差 AIPC难免涨多也好 会有接棒之后会有轮涨 轮斗 而后整理 休息的时候又会换到生计股 所以台股又赚不完钱 因为题材太丰富 太丰富 所以持续看涨 绝对不肯看空 只要选对主流 但有时候如果太早进去 有时候也要等很久 但等很久的股票最少它一定是一个趋势主流 也是赚到 那当然今天12月18有个CES展 在台股展展出的相关新品 还是AIPC又是一个 都是围绕在这个区块 相关概念固有IC设计 电子5个GNB品牌等题材 留意相关题材在明年元月份CES展里面 它会上机题材之下会带动什么 这些相关概念 尤其是AIPC 我给你那份资料非常重要 要好好的保留 不要拿去垃圾桶丢掉 你要过就不能再要了 我就跟你讲 如果没有要到 那天已经发了 应该是这样 我这个也有点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用功一点 不是说你想要我就要给你 有些人错过两三天之后 还再来要 我要加一 代表你不中处 你要每天收开我的雨前同行 河粉 不能因为现在选举 你就忘记做功课 你功课要持续的做 努力不见一定会成功 但成功的人一定有努力过 你可以接受吗 我想这句话大家应该可以接受 所以那如果成 你努力还没有办法成功代表什么 可能这个地方还没有毛色顿开 没关系嘛 就是找对的人跟对的人 请他帮你把那个 螺丝把它转开来就好了 就是有时候转动一下 开关就好了 这个地方是很简单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 借别人的力量 借贵人 找贵人 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来 接着我们今天还是 还是一样 AI 老师你都一直讲AI 真的现在大盘就只有这样 就AI PC最夯 就在这边 AI PC 已经延伸到AI PC 明年的销售看涨 看增了百分之八 这是今天的新闻 所以这地方都是利多 天天都有利多 涨到 那这也是AI PC的概念 我那份指向拿出来 有没有这档股票 老师送给你 有没有选到 不只送给你 而且这边也持续天天讲 每个人都说 老师你还在敢讲 讲到现在 讲到今天月底 最后两个交易日 那有没有涨 31.8 是不是一口气又来到31.8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地方怎么讲 实际上我跟你讲 25块的位置的话 从 这个地方从8月份 都一直有来 8月份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都一直在这边 11月10号也有25块 都是25块 但是我就是告诉你 25块就是一个什么 大买点 所以你跌要敢买多一点 有时候我们27就在买 所以它持续买 持续买 所以股票 对的股票不要怕它跌 你就是持续买 那就是老天送给你的 天上掉下的礼物 那这样子的话 这档股票又便宜又好赚 25块如果你买到的是 用100万去做 40张 今天一张最好是6块钱 好 这个地方当然来到这边的话 你可以考虑卖出 因为毕竟我答应的做到 比如说一定会创新高 创新高你要卖一套 无所谓 当然无所谓 最少你要相信我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一定会创新高 甚至我算给你看的话 这个 0.38从deport到那里 这应该这也不是高点 31.8 大家等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上影线 代表这边很多人也是 华邦店敢买 也敢赚 没有人再获利了结 所以 这个地方 进来的华邦店 是因为 法人在这边持续的 昨天也是大买超 昨天是大买超 今天 应该也是持续站在买方 所以 还有 大人还在 你不要急 所以 你要赚 赚点钱 我也可以同意 但是 只要不要去帮他抬轿就可以了 所以代表什么 华邦店目前 我们就在那边跟大家做一个 证明 我们给你的东西 包括分享给河粉 党党强势 党党涨 只是时间又算什么 三个月 一年你们发现 今天好快又过了一年了 一月份到现在已经十二月了 快 二零二三年就要在这边告 就要告别了 然后迎接要跨 你要来到2020 因为我觉得一年过得很快 所以等股票 等你一天两天也受不了 你凭什么赚到大千 接着来这边 这是之前我跟大家谈的 10月27号还有24.6 这个量能 我已经跟你讲 量比价先息 也都证明给你看 那当然这档股票的华邦店 在12月18号的时候 我一直给你抢25 26块 它一直都在27 28块这边 也没有赚很多 但你就跟上了 还是赚钱 现在说坦白讲 你也薪资肚明 它可能再回到28 它这个工资本身 是AI跟AI什么 也是贴到AI这边的 吃到AI的订单 所以接着 华邦店基本上 只会越来越好 尤其2024年 也没什么低档 那这种低档股的话 要当爆发力出来的时候 来自于什么 你要早一步知道 它何时营收 只会好了 那有没有爆发力的成长 请你跟上我们 目前的话 我们就跟你报到这边 也告你完结一篇 因为今天月底 到了一个年终了 这就是年终奖金 河粉的年终奖金 不要跟我讲 老师我没有买 我卖很早 那我就没办法了 那今天就说 好 这是12月15号告诉你 那我们就跟你讲 11月15号都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 我们都跟他讲得很清楚 这个不用再讲了 就是华邦店就这边证明 我跟你说的就是说一不二 你可以看得到 赚得到 放在口袋里面也很高兴 但是这条钱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红包的 华邦店 那接着建策 这个一般人比较不敢买 但是你要知道 散热这个区块 是在龙头是建策 它是均热片的 所以目前它的走势 很明确就在693这边 形成一个大支撑 所以目前的话 从这边涨到787 是应该是在这种高交代股 是法人的最爱 所以未来的建策 它也是在前一段是在 都是散热的齐虹 包括 你也都知道 最热门就是齐虹跟励志 包括 双虹不错 实际上 建策 已经领先在这边 再创下个心理成碑 来到787 所以未来实际上 散热这个地方这么热 因为AIPC没有散热 所有东西都没有散热是不行的 为什么 会挂掉 所以未来有机会 成为 因为现在千金股越来越多 已经到第14千金15千金 都有人预告说 可能是下一档900多块 就是窗户 包括你就看八九百块是谁 就是一档一档的上去 那相对的 最有机会这档股票 就是七八百块 那当然它也是 后选人之一 就千金股的后选人之一 就慢慢排排做 一排一一一一一 接下来 十四十五千金 我早要跟你讲 明年一定有最少有十五千金 会不会它是第十五千金 这个是龙头 当然它机会很大 而且几乎今年也没特别涨 那币 也总算在年底的时候 来了一个破断的新高点 所以人家持续 这个就是主流 主流你不用去在乎它 有没有 你不要只想卖它 应该这样说 有没有低档很重要 我应该这样跟你告诉你 你会赚大钱要选主流 主流一旦涨上来的时候 它是没有回头路的 这一档股票 我预期 它在2024年 有机会在AIPC的扩散效益之上 它会成为一档 第十也是一个千金股 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 所以它在大家的拉动 如果它不小心变成千金股 那当然所有的散热 就一片很热 所以我们现在好好的超级一笔一笔 为什么今天可以选到尼德科超纵 因为它赚的钱 今年比去年来得多 它也是整合过了一个公司 就是日本日电 来帮它整合的一家 买了它的股份 现在基本上它是日本的公司 但今年特别没有涨的就是超纵 所以会有比价效应 涨多就会休息 没有涨到 你只要看龙头 在带动上 它一线二线三线一档一档下 所以目前我觉得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623年 如果你很喜欢散热 现在你不用在之前的齐鸿 帮我双鸿多做文章 所以在这一次的AIPC里面 那一份资料里面 我有给你写齐鸿跟双鸿 但实在是早知道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上半年就告诉你的 这个也是它的受惠股 但是真正 这个地方还没有发威的 已经正式在发威了 就是尼德科超纵 它还没有开发结果 但是已经开始在叙事待发了 所以 你要注意今年是赚得比去年来多 但是今年要去碰到一个利空 那个利空很 就是被检掉检查公司 那公司说对它隐喻没有关系 所以既然这样子 你注意看 它指标只要在低档区的时候 118.5那时候 指标全部在低档 有没有看到 的确它盘很久 118.5是从利空这样叠下来之后 它指标在低档 现在目前指标已经快要在MH1 0 0轴这个地方已经将要负转正了 配合它的KD带低档 每天KD带低档区 都不会真正的高档 老师那这个地方的低档区的时候 它涨也是有涨啊 来到高档的时候 当然这个地方你尽量等低档 但你再回头去看一下 这张股票主要是受利空的影响 只要跌到118.5 但是今天这一红定江山 还没有亮 代表什么筹码相安定 已经在暗示你什么 就 建策的大涨 会累积 所有的散热族群最有价值的 还没有发动的 当然就是刚刚今天刚在发威的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档股票叫操纵 开高走高涨停满 今天当然不过涨多少点 你自己知道涨不多 所以这个操纵本身 实际上它年年的获利都不错 再怎么坏 一年都有四五块钱的空间 在每一年年年的获利 所以日电这家日本公司 为什么会选择收购它 就是因为它有价值 它值得 包括它公司的技术 技术门槛 用花并购的方式去买它研发的 它自己公司一定有它特别的一些技术 它这么多散热的公司里面 选到了就是操纵 日本人它对于它是蛮很重视那种 所以它会选到公司一定是一家好公司 所以假以时日 它只要整合完毕之后 这张股票的爆发力 我认为非常的强 而且现在才一百二十几块 今天已经涨停满 有没有再机会回到一百二十六块 搞不好有机会啊 没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想办法买给你 因为它经过利空的洗礼之下 可以这样站回去 在发布利空那个相对的位置的 它在发布利空是在一百四十块左右 就是那个检掉这份讯息出来 十月六号之后 一路下跌到一百八点五 那个约瑞跳空下跌位置在一百四十块左右 一百四十四点五开始跌下来的 它只要 它会只要来回补那个跳空 我毋庸置疑它就是 就准备要再出发了 帮我弄一下 谢谢 所以这个地方的操纵 特别要注意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股票 不要我不要每天都人云云云 每天都跟你讲 有人跟你发掘操纵 所以操纵这种股票 追踪它很久了 好那接着今天 鸿基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实际上它是一档五颗星的股票 就是评分比就是百分 就是主生蛋 而且本月份 它是一红定江山 一红一根草红棒 明天一定收藏 不可能再跌回去 而且一个月 实际上它也蛮厉害 涨到快一倍 这个月 所以它是一个大行情正式起动 因为一红就是底部一根草红棒出现之后 告诉你 这就是第一根草红棒之后 一般来讲 一个月会收红K棒第一根 应该它就原生到原月份 那它前面十二月十一月份也是抽红K 但是想到这是大红K就是长红棒 所以下个月 才是它真正一个短线上的转折点 所以你只要不追高杀利 就怕它没低点 但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会员 实际上到现在来说的话 他也跟我们很谢谢说 老师实际上真的是 听 我们的大哥就是我们的操盘手 他说就是赚一头牛 他说他常常都是赚一 他要赚一头牛 但是很多人就是赚了 赚一只鸡赔一头牛 这个地方都讲得很绕口 你就看清楚 那 他说他自己是赚一头牛 赚一只鸡 今年 实际上我已经带很多头牛 已经回去了 给你 但不管怎么样这张股票 这是会员给我们的留言 也很感谢他的支持 那 10张实际上 一张19块就什么 就190块 19万 19万就是这样的意涵 就是告诉你这样子 那接着 红基本身 如果从他低档算上来 11月份他的起涨 在33.1左右 他涨的是7成 目前 如果你跟我一样 12月15日才买的 要涨更快 涨了5成 所以这种股票 严格说 碰到这种KD在高档 所以你要非常高兴 所以你要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地方 刚好碰到一个 看起来是死差 就是要高档要做个修正 对很好 但因为他是一个 一档完整无缺的 5颗星的股票 就是他本身已经出发了 除非 红基本身的关键转折点 法人的最后的上册成本 就在45块 我这个用话很简单的 否则这张股票 只要逢低档回来 指标来低档 你一定要大胆的站在买方 他回不去37.3这个位置 机会不大 如果有越接近45块那边 甚至他破50块以下 45块那个接近的关键转折点 那都是法人本身 最后的上册点 那你自己要这个地方 可以琢磨一下 说你手上的宏基 有没有介意短线上的价差 因为毕竟他这个地方指标的高档 的确56块这个地方 是他今天 再创一个新波段高点之后 开高 而后什么 开高走 那开低走高 而后又收回来 再震荡了 就是因为KD 短线的KD在这边高档 好过热 他要修正一下 所以你要指望什么 他有没有回到一个低档区 这个地方 他本身 再怎么低也会 不是37.3 我肯定的告诉你 所以你有的人 你要帮我破断 可以 不要介意短线的震荡 如果你要上车了 我肯定告诉你 37.3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你错过了宏基 因为他要回到哪里去 机会都不太大 连45块都不太有机会 那如果你觉得 他这样子我都没办法接受 他可以买进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准备一档喷射机 一样要像红镜样张搭上去的 的股票 会让你很惊艳 也欢迎你来跟我们做个共襄胜举 那还有 台湾就很明确了 台湾就双A 双A的代表 当然 华硕本身也是一档 非常重要的 AIPC里面 品牌本身很重要 实际上那里知道 华硕 大家都记住电脑都是 都是用华硕的 5颗星的股票 它的转折点 观点点在45 所以这档股票 严格说的就502 502也绝非高点 因为AIPC会延伸到明年 所以同样的 反观一下 我们的上一档股票 红基 我不是讲红基 假以时日 它今天的高点 也不是高点 就跟这个红华硕一样 502都是嘛 都一定还会持续涨不停 所以你要恨不得它什么 有没有低档 我带你再做进场的动作 那华硕这档股票 400多块 不要小 不可小觑 这种四五百块的股票 在比价下来 它要来到700块 也是随便它的 这股票现在真的 钱太多 钱真的太多 台币持续的升值是下 现在热钱一流入 你要好好把握 2020年 是一个非常大的大行情 可能是你人生里面 一生只有一次 所以最好做的行情 如果在这边 反而这边一直看空 真的人生几何 你有几次可以赚钱的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 请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 大胆的跟上 解定存来买股票 谁跟你在那边买 放在银行里面定存 买房子也不适宜 你没什么好赚 不可能赚一倍 所以今年有多少股票 带你的股票 赚一倍两倍 包括那个照例也是涨了三倍 所以这个股票都是非高点 331到这边也涨五成 所以它涨得很少 真的讲实在话 它那么涨一倍 没有啊 很多高阶段股票 涨一倍以上了 下半年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华硕实际上才涨五成 所以三成五成涨了之后 还有一倍 基本上我认为它涨一倍的话 有多少钱 就六百多块 快七百块而已啊 机会相当大 不要 我们拭目以待 好那接着 这张音乐党 你就适可而知 因为它本身的话 逢高要解嘛 为什么 你自己看嘛 法兰编也有看好它嘛 所以这张股票 是大家 散户朋友最容易想买的 因为好买嘛 但实际上它就组装厂 我觉得它没什么 它在AIP 你一下子挂上这个名词而已 早晚要什么 只要AIP在休息的时候 它早晚被洗掉 所以这种股票反而 我认为你物最高 我是4.9这边 有个长黑棒 你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再追上去 是因为它很热门 每个人在那边 每个新闻台都跟你谈 反而你要知道 它的公司的产品 公司的产品是什么 如果你看到法兰买 可能它买一天 就卖三天 所以 兵业达本身的话 这个地方稍微保守一下 你真的如果要买等指标再低档 物最高 因为它毕竟也是AIPC的一环 这都是热门股 但是你要选最强势的股票 当然要跟红金一样 可以搭喷射机 让涨上去的股票 还有没有 有啦 我有送你一份资料 像电源管你去 IC报价吹涨风 这也是AIPC的 而且也要涨价 所以通过普通话 本来东西都要涨价 低润也要涨价 什么都把它涨价 记忆体也要涨价 只有薪水不涨价 所以你要靠股票 股票要让你倍数翻 所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电源供应器 我们应该选一档股票 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谈谈 系列各方面 我觉得已经 现在它一分为二 所以它目前的亮点不大 我认为 电源供应器 应该 因为大家跟你讲的是系列 因为它以前是 细日的股王 股王 在它分割之后就不是 应该是要看茂达 茂达的业绩相当的好 去年的高点是286 2024年 我觉得它是286 突破的机会相当的高 因为电源供应器 当然也是 你要选一档什么 它也是AIPC里面的一环 你要选什么是 强中之强的 最强的 强棒要初级 比方说一大挂的 就像AIPC里面 我就不会给你选应业达 来到这边 之前应业达曾经涨的时候 当然它也是 告诉你 AIPC 但是这些股票 坦白讲 真的涨多 只要它怎么 一旦有风吹槽 跌坠多是这些 这些毛利率低的 那茂达不一样 茂达是一家好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在那边 不是叫你好好研究 一起研究 有没有研究好 这送你好几天 日月光 我把你选一个日月光 还有华邦店 普瑞 祥朔 包括创伟 但你不要说 老师你刚才发现没让你就乱做 这里面还有分割 分割 连华邦店都还没有什么 我都叫你不要追高杀低 包括日月光也是不要追高杀低 你要听得懂吗 现在最好的股票 严格说出来 如果以高速传输的地方 当然祥朔之后 第二就是普瑞 那涨完之后最后又轮到什么 就创伟 所以这个东西都还有时间性 你不要自己操作 那 领主舰的载版部分 当然一定要看星星 星目前没有特别的动的话 商务照 他竟然已经站回去了 所有的军线都已经即将要翻扬了 所以也明年开始 他会开始发动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 网上如果他什么事要过 创前波的高点208 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信心的要续报 绝对不要去看坏他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不要跟人家追高 不要抬交 6415的话就不要跟人家追高杀低 我觉得我这种不适一 虽然还有高价 我不是说高价我都喜欢 高价有些股票 真的这个地方 店员管理区间很夯 但是只能买的就是这样 最热的冒达 因为台达店今年也涨了一小波 光宝我也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他就是 就不会让你抓赚钱 真的会让你如果这些电源管理供应器 在IC这个地方的供应链里面 大家都接很多新闻台来讲 真正可以的 这只有唯一一档就是冒达 6138 那再来就是宏基跟华硕还是吗 还是看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那3的部分 一棒一棒来齐容之后 当我们刚开始是跟大家报告齐容 涨到300多块 现在单单这个的比较效 尼德科超纵跟建策 因为他本益比相当的低 因为有个前面 一个齐容在带动之下 已经龙头 那齐容先涨上来之后 现在建策才真的是一个均热片 本身所有散热的龙头 他能创波段新高 实际上已经久违了 所以接着这尼德科超纵 他也是做散热 这两档股票可能在明年 会大放异彩 会让你发光发热 你反而不要再琢磨在 已经涨过的股票 你要赚的是一倍两倍三倍的钱 那有机会股票 你要慢慢把它整理出来 好今天很开心的部分就是 轴承的部分 那个主机板部分 我目前还没有选到好的股票 但轴承不过就帮你操作 去年今年帮你操作一档照例 实际上今天还是不错 还是200多块 那现在新日新很会洗 这种股票 老师都早上没卖掉 谁叫你不来找我 我们一一六就买回来了 上次卖一三二点 这种股票跟我很圓 很有圆 每次有赚十来块的价差 刚开始买一百块 这种股票做价差 没有价差没做到也不用担心 所以今天有来个小高点 一三九点五 你说谁买 就是我们就跟会员开办 而且我也知道 那个地方不太好卖 九点一分 九点之后 我们命令就准时出发 一四零左右 就代表一三九点五 那个地方 就差不多很多我们会员 就在这边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短线 短线获利了结 所以 这个地方明天注意 因为今天几乎收最低 不要怕 一二七还是试买不是卖 如果上次没跟上一一六 可能在一二七这边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是直接送给大家的 好 那接着祥硕已经涨了什么 这种就是我跟你讲说 涨了一倍还有一倍的股票 指标只要修正在低档区 还是要站在买方 那高速传输里面 祥硕会涨 当然普瑞就会涨 它更会有比较 你不要看今天没创新高 大概一二六 我小心 在元月份的时候 它就一定 我肯定的高 創新高的机会 一点都不难 只怕你没低点 所以明天有个小低点 就是 红金已经变成喷射机 那你要是很快的喷上去 股票 下一台喷射器在哪里 当然这个地方也需要你来电 或在我们想知道的话 就加在我们的Light上面加一 我们自然会有服务人员 帮你做服务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欢迎你 不要看你的小钱 一百万可以变什么 可以翻倍赚 这样慢慢的赚上去 人生几何 今年这么 很多人说 今年行情已经很好 是要错了 今年行情还刚刚启动而已 明天还是真的大行情 你要好好自行做得好好把握 所以这边为了要 要鼓励大家好好把握 2024年的未来大行情 除了年终奖送给你 还有大文包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半价的优惠 那你就好运隆隆来 这地方如果需要我们服务人 不用客气把这电话拨通 080370888 即将会告诉你 噴射机还有哪些可以发威 那林德科赵宗已经跟大家讲 明天已经发威了 你说老师那我没有 你没有送给我 那是因为你没把手续办 请你务必要 我们不送免费资讯 但你办法手续 一定由你赫康来盗球 一定会让你专得上 比你这边操作来得好 因为我们是个团队 而且我们公司派跟法人 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uchy-muchy的关系 这样子你才会赚大的 才会赚大的 团队才是力量 所以不要胆打赌斗 也祝福大家明天操作的顺利 明天见 拜拜 别当起伏的投资市场 你总是被割韭菜吗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继续去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注意 继续